根据台选务机构规划 每一位候选人的发表证件时间 共有30分钟 分三轮发表证件 每一轮时间10分钟 按照抽签顺序 韩国瑜第一位出场 其次是宋楚瑜 彩英文 韩国瑜的论述主轴紧扣经济议题 凸显在民进党当局施政下 台湾民众对于经济发展的无力感 并提出相关解方 拜托 真的 扎扎实实的执政 让人民感动 化为行动继续投你一票 不要用欺骗 用这些数字 韩国瑜并强调 一个连接的台当局 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如果他当选 将立刻成立特征组 第二个出场的是宋楚瑜 论述中宋楚瑜谈到 为了因应全球政治经济局势 以及基层民众的需求 已经跟各界人才紧密讨论 调整相关内容 提出当前的解决之道 选一位能够真心诚意 放下蓝绿 而真正让我们全民 在一起共同地创造 我们台湾未来的愿景 蔡英文第三个出场 她首先批评韩国瑜是落跑市长 接着从政治议题入手 发表自己的证件 不停地自我吹嘘 我们为青年做社会主宰 我们向原住民道歉 我们对于危险时代的转型正义 我们都琢磨很深 三年多年 三年多以前 我接手政府的时候 我们政府只有逆风 没有高费 三年多来 过去政府做不到 不敢做 不愿意做 蔡英文都做到 依据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实施办法规定 电视证件会应举办四场 其中候选人三场 复职候选人一场 其他两场候选人电视证件会 将分别于25号下午2点中式转播 27号晚间7点台式转播 而复职候选人电视证件会 将在20号晚间7点由公式转播